微故事 地摊画 作者 说书人 冬家斗 小健 他的爸爸 是一个以画画为生的人 即是 人家所说的 画家 因为 爸爸的成就 小健 很骄傲的 爸爸的笔名 叫做 虾子 虾给人的虾 事实上 能够以画画 可以养起一家人 已经很不简单的了 毕竟 香港这个地方 想生活觉得好些 但多数人 那个方向 都是地产 商量的和年人 现在画得更堪单的了 神的科技 队是最清晰的 是 中国外来的 虾子的 情细是最清晰的 人家买 在鰹下河行的人 人家买的肯定